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的音乐之旅,旁观者与万物可爱的深刻内涵。 王一博,这位备受瞩目的艺人,最近发布了他的个人EP,其中包含了两首引人深思的歌曲,旁观者和万物可爱。 这两首歌展现了王一博作为艺人的深层次思考和情感表达,特别是旁观者中的歌词。 我只想从这世界路过,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,揭示了他对名声、身份和生活的个人见解。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到成为全网关注的焦点,王一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压力。 面对公众的期待和媒体的关注,他始终保持清醒和淡定,没有让自己的言行被名其所左右。 他坚持作为一个旁观者,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,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。 旁观者不仅仅是一首歌曲,他是王一博对自己身份和角色的深刻反思。 作为一个艺人,他意识到自己并不能改变别人的生活,但可以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与人们产生共鸣。 这首歌展现了他对名气和影响力的理解,以及他如何在娱乐圈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真实性。 另一首歌曲《万物可爱》则展示了王一博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乐观精神。 这首歌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,反映了他的人生哲学和对世界的深刻感悟。 总的来说,王一博的这两首歌曲不仅是他音乐道路上的新尝试,更是他个人成长和思考的见证。 通过这些作品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断进步,勇于探索的艺人形象,以及他与粉丝之间的深厚情感连接。 王一博的音乐之旅,无疑还会继续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启发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